北京时间8月19日晚,亚运会男足比赛迎来第三轮的较量,中国U23男足迎战阿联球U23男足。 最终中国队依靠雷士豪和姚军胜的连妹进球,以2比1逆转阿联球队,取得小组在三连胜拿到小组第一顺利出现,前两轮小组在中国队取得两连胜提前一轮出现,但要锁定小组第一就得面对阿联球队拿到一分即可。 而中国队进行了一定阵容的轮换,但上半场却被阿联球队率先攻破球门,好在进攻大腿为士豪快速扳平了比分。 而进入到下半场后,中国队稳扎稳打,终于在比赛第71分的时候反超了比分。 来自山东路能的U23中场球员姚军胜,从后场的球后推进过了中线,姚军胜看到对方守门员站位靠前后,果断直接起脚掉射,皮球画出美妙弧线直奔球门,帮助中国队2比1领先了阿联球队。 姚军胜这个调射,无论是距离,还是脚法,都是一记神仙球,美如画的进球方式,让人看了一遍又一遍,也充分体现了姚军胜的个人能力。 最终,中国队依靠姚军胜的调射将比分定在了2比1,好许亚运会男组小组赛三连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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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